继续要带您关心台风的最新状况 那目前苏拉台风是逐渐的逼近台湾 那海盔台风也生成了 那先来带您看一下苏拉台风对台湾的影响 它在周三的深夜到周四是最接近台湾的 因此哪些地区比较有机会放台风价呢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这张图 其实就是暴风圈的侵袭几率 可以看到其实恒春以及绿岛等等地区 暴风圈侵袭几率都是有超过70%以上的 因此它非常的有机会可以放台风价 算是最有机会的 接着往北一点点像是屏东啊台东啊台南等等地区 都是大约是60%左右的暴风圈侵袭几率 同样是很有机会放台风价的 那再往北走呢可以看到像是嘉义啊 或是南投县市等等呢 其实都是暴风圈侵袭几率大约都是40%50% 就稍微低了一些些 那越往北走就越低 可以看到台北啊桃园等等地区都大约只有在 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已哦 因此气象局也是点名了 最有机会放台风价的 其实就是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的几率是最大的 那甚至专家还说啊云林以南也很有机会哦 那这些地区的民众都可以再注意了 可以期待一下了 那其实放台风价的时间呢 就有可能会是在大约是落在礼拜三以及礼拜四的时候 那礼拜五开雪呢 因为台风比较离开台湾了 因此有没有机会放呢 其实目前还不那么确定 那接下来带你来看到其实苏拉的路径确切时间呢 其实在今天凌晨两点它减弱成为中台 但地区局预估还会再接近成为强台 甚至是午后就有可能会直逼强台了 那它在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更可能会正直它的强度巅峰 可能会再更强 那带你来看哦 其实在周三的部分周三凌晨 它就会接近我们的海景线 那接着一路呢 往台湾的南方前进到了周三的早上 它的暴风圈就有可能会触路了 那目前呢 各国的预估路径 其实啊 它是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但它真的距离非常的近 那欧洲的模式预估则是 它会碰触到台湾 登陆大约恒春半岛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最南端的部分 不过各国预估路径还不一样 目前呢 还无法说它到底会不会登陆 不过它真的非常近 接着继续往前走到了周四呢 是它笼罩台湾最多的时候 那周三的深夜到周四的清晨 就是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影响也会最剧烈 因此气象局也是发布了 它说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这个时间的认举 都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 那预估最早的今天晚上八点半 就有可能会发布海警 那晚一点就有可能到 深夜十一点半的这个时间点 那至于陆上警报的部分 则是要等到明天 大约是下午两点半 那晚一点就是下午五点半 有可能会来发布陆警 好那其实苏拉台 除了苏拉台风之外 太平洋现在有三台 三台共五的状况 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上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苏拉 它会从台湾的南端走 那接着呢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八点深沉的海葵 它原本是在关倒了西方海面的热带低压 今天早上八点正式深沉了海葵 那目前是以轻度台风之资 那外界预估呢 它未来继续往这边走 因为都是走海面上 吸饱了水汽 有可能会再增强为中台 那目前呢 对于海葵的各国的预估路径 其实还是差很多 但它持续呢 是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 向西前进接近台湾 那接着它应该是会袭击台湾的 北部上空的这一个海域的部分 向西前进 那预估其实周三开始呢 周三也就是30号开始 其实它跟苏拉台风两个台风的距离 就会逐渐的拉近到1500公里 那周五之后呢 更有可能更近了 接着就跟苏拉有可能会产生藤原效应 也就是两个台风 因为太接近了 互相影响 那也就是海葵 有可能会把准备要跑到中国的苏拉拉住 说你先等等不要走 等于苏拉的风雨 有可能会滞留在台湾更加的久 影响台湾更加的大 那至于第三个台风呢 也就是丹瑞青台 那其实啊 它距离台湾真的非常的远 也是一路的往北日本去 因此对台湾的影响其实不太大 那接下来也要带大家关心 其实雨区的部分呢 今天的雨是如何呢 今天因为台风还有点远 那气流处于沉降的效应 因此呢主要是午后的雷震雨为主 那主要是中部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趋势 大家一定要记得带把伞 那因为是午后雷震雨 所以到晚上就几乎没有雨势了 那接下来要带你看到 因为今天还是夏季的典型高温 所以高温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哦 可以看到其实全台湾大约都是32度 34度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还有南投地区会34度比较热一点哦 那甚至是台东地区虽然这边看只有32度 但是因为呢他太阳真的太大了 因此气象局也是持续针对他发布高温特报 就有可能会来到36度的高温 其实当地的民众一定要再注意了 那这是今天的气象部分 那带你来看到周二以后 他会怎么影响我们台湾呢 可以看到其实周二以后 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 台风从东南方来 因此哦 其实东部地区像是宜花 还有高屏的部分 这三个县市都是雨区最大的 甚至呢雨区呢 会从东部呢 一路的往西部来进行扩散 那几乎三分之后一个台湾都会下雨 那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就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多的时候了 可以看到了 其实东部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还有西南部地区 这些区域都是直暴的雨量 真的超级的大 那一路往北呢 雨量是逐渐地减 因为台风在南部地区 所以但是北部呢 其实还是会有雨量 因为台风很大 可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 因此各地的民众 其实都要注意做好防台准备哦 那接下来带您看到 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缩拉台风逐渐远离台湾 往大陆去了 因此它主要在台湾的西半部 西南部这边哦 因此主要是西部的雨势 会比东部来得大哦 外围环流是持续的影响 那其实啊不止雨是要注意 台风来袭的时候风浪也会变大 从明天开始呢 其实各地的风浪 尤其是东部地区的风浪 就会逐渐的增强了 那像是台东 以及兰雨绿岛的部分呢 风浪都会逐渐增强 甚至浪呢 会来到三到六米这么高哦 那甚至8月30号到9月2号呢 也适逢年度大潮 因此是西半部地区的沿岸呢 都会有潮位比较高的状况 那再加上接下来台风要来 那尤其是西南部地区 就一定要注意了 当地的沿海可能会造成 双边的效应造成风浪 变得更加的大哦 请大家没事 一定不要去海边观浪 以免发生旱事了 继续带您观新苏拉台风的最新状况哦 带您看到哦 它会怎么走呢 会不会真的登陆台湾 这个就是各国的预测路径读 那其实像是美国、日本、韩国等等的各国路径 它先前已经在台湾东南方画了一个圈 接着它就会一路的往台湾的南方前进 接着再到中国 那其实呢 好几个国家都是预估它不会登陆台湾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线哦 其实在这个部分呢 它是擦边台湾的南方 也就是说距离很接近 但其实没有登陆哦 那它各国预估路径它都不登陆 但是气象局还是有提醒说 因为现在台风旁边的导引气流比较复杂 还看不出来 因此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它不登陆 也是说它可能还是有可能会登陆 并且通过我们东南部的陆地的机会 尤其是欧洲模式预估哦 其实它是会登陆的 那它登陆在台湾的最南端 也就是恒春半岛 并且沿着西南部沿岸进行北上 那其实啊不只输拉台风 还有另一个台风即将生成了 也就是热带低压 它就在这里在关岛的西方海面发展 那最快呢今天就会形成台风 那成为呢今年的第11号台风青台海魁哦 可以看到它的路线哦 就是在这个位置哦 它也接下来会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 那目前呢其实各国的预估路径海魁还差很多 但是呢它从周三开始 就会跟苏拉拉近距离至1500公里 那到周五之后呢更是近 因此它就有两个台风 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些藤原效应 让两个台风互相影响 让台湾的雨势更大哦 那可能日后的影响都还要再观察 那接下来呢苏拉的确切路径带您来看到 其实今天的凌晨两点呢 它减弱回中台 但这样子预估哦 它接下来还会再增围墙台 而且是接近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哦 它有可能会再增强为墙台 甚至是它接下来再更接近台湾旁边的时候 还会达到它的强度巅峰 那首先我们先带您来看哦 其实哦在周三的凌晨呢 它就会碰触到我们的海景线哦 苏拉台风就会碰触到我们海景线 接着它就一路的继续往东北的方向走 到了周三的早上哦 它的暴风圈就会接触我们的南部的陆地 那如果呢它真的会登陆台湾 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等到周四的部分呢 也就是周四的早上呢 它继续往大陆的方向前进 那同时暴风圈也是笼罩台湾最多的时候 那它的影响呢 要一直到周五周六才会减小哦 那这样子也是预估了最新的时间点哦 海景的部分呢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个时间点的range都可能会公布 那其实预估最早呢就会在今天晚上的八点半来宣布海景 那第二个时间点是今天的深夜十一点半 几率也是比较大的 那陆景的部分呢 则要等到明天大约是下半天的时间 那最快呢是明天下午两点半会来发布陆景哦 那这个台风呢 其实是在周三的深夜到周四是最接近台湾的 那大家就想问了 南部地区的民众到底有没有机会放台风架呢 那气象局势预估哦 其实在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的民众放台风架的几率是最大的 尤其是气象专家说云林以南都是有机会的 当地的民众可能可以期待一下了 开雪前后可能有机会可以续放台风架哦 那接下来呢 其实台风逼近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天气的影响嘛 那今天其实因为台风的外围气流沉降 所以水气比较少 因此今天呢 还是主要是夏季的典型的午后雷震雨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白天的部分呢 在中部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呢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都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对所以可能会有类似短延时强降雨的部分哦 山区的居民以及山区近平地的居民可能要再注意了 那因为是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所以到今天晚上可以看到 其实雨室呢就几乎都是没有的了 那其实啊今天因为是午后雷震雨夏季典型的形态 因此也要看到高温的部分了 那我们带你来看到下一张图哦 其实今天呢 全台呢大概都是有32到36度的高温 那至于雨室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今天周一就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那周二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哦 雨区呢就逐渐的扩大了 因为台风离台湾越来越近了 那可以看到因为台风从东南方向来 所以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一定是雨量最大的 可以看到宜兰花莲以及屏东的部分 都有一些绿色黄色部分是雨量最大的 那甚至雨区呢也往西延伸 一路扩到了中间的中央山脉部分 以及西部的平地哦 不过沿海地区呢雨量还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哦 周三到周四的部分哦 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颜色都变了 那其实呢像是东部地区 西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呢 都会有止暴的状况 雨量是全台最大的 那其实雨量是逐渐的往北地减 到大台北地区其实还是会有雨量 但是雨量相对比较小一些些哦 那其实到了周五周六呢 苏拉台风逐渐的远离台湾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哦 像是但它外围环流还没有离开哦 可以看到像是其实 西部地区的雨量呢 反而是会比东部地区还要再多了 像是绿色的部分 都是五六周五周六雨量比较大的地区 请西部地区的民众一定要再注意了 那其实因为周五的部分呢 海葵台风有可能会生成 接着逐渐的也接近台湾 因此两个台风 苏拉台风跟海葵台风 都在台湾的附近 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藤原效应的部分呢 就有可能会让苏拉台风呢 卡在台湾的上空不动 导致说呢 接下来下半周也就是周五周六的天气呢 其实还有很大的影响哦 目前呢还不能确定 雨量是不是真的会趋缓如预期 好各位观众早安 继续带您关心台风的最新状况哦 其实苏拉台风是步步的逼近台湾 但是还没有到台湾 我们就已经先到菲律宾了 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上啊 房子不敌洪水硬生的倒下 倒进了水里面 全都被泡在水里面了 那各地呢 其实也传出了很多的淹水灾情 可以看到大家水都是淹到了 快要致膝盖哦 那甚至还有大桥被水冲断了 那当地呢 菲律宾的气氧局就预估了 偏南方的马尼拉 还有旅宋岛等地 未来三天 都还是会受到苏拉的狂风豪雨袭击 甚至已经有上千人被迫撤离了 甚至还有电线杆倒塌 也造成了上百万个居民大规模的停电哦 那苏拉的威力强大 下一个就是台湾了 带您来看到她会怎么走呢 会不会真的登陆台湾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各国的预估路径哦 都是呢 往南修正了 可以看到苏拉先前绕了一个圈之后呢 接着就会北转 往东北的方向前进来逼近台湾 但之前呢 有些国家的预估路径是说 它会登陆台湾 并且穿过台湾 但现在呢 各国路径往南修了 它应该是会擦边台湾的最南端 但不会登陆 接着就一路往大陆的方向前进哦 那其实这几个国家都预估不登陆了 但是气象局还是有提醒哦 他说因为现在台风附近的导引气流 比较复杂 还不能断定说 完全不会登陆 未来还是有可能会登陆 并且透过东南部陆地的机会哦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除了香港日本美国以外 还有国家的预估路径不同 带你来看到 其实欧美的预估模式是大不同的 我们可以看到哦 其实美中模式呢 美国模式呢 就是跟刚刚的那个预估路径一样 它是会擦边台湾的南端哦 可以看到它就是在这边 这样子就往中国了 但是欧洲就不一样了 可以看到欧洲哦 这个直指的就是台风 欧洲的部分呢 它就是会直接登陆台湾哦 那它预估是会登陆恒春半岛 并且沿着西南部的沿海来进行北上 因此呢 各位还是要注意 它有可能会为台湾带来强风好雨哦 那其实呢 可以看到台风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鹅兰比的南南东方 74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大概10到14公里的速度 来向东北东来进行前进哦 那它中心的最大阵风呢 大约是17级 那气象局也预估了 海警大约什么时候发布呢 最快就是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清晨最快就会发布了 那至于路景的部分呢 则是要等到明天的下半天才有可能会发布哦 也就是午后 可能下午或是傍晚的这个时间 那接着呢 到隔天也就是周三哦 清凌晨哦 它其实哦 就会逐步的逼近台湾 并且接触我们的海警线 那到周三的白天呢 它的暴风圈就有可能会出路了 那如果呢 它要登陆也差不多是在周三这个时间 那到周四的时候呢 它就是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暴风圈笼罩台湾最多的时候哦 那也就是说 周三到周五呢 其实它往这个方向走呢 就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哦 那可以关心到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雨量以及温度 那带你来看哦 其实啊台湾的周一也就是今天呢 还处在一些夏季的一些天气形态哦 可以看到其实午后雷震雨的部分呢 就是台湾呢集中在山区的部分 以及南部地区的部分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哦 那各地呢也是有高温的状况 大概都是32到34度 那台东的部分呢也是被发布了高温警报 当地的居民一定要在注意了 那至于周二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了 随着苏拉台风逐渐的逼近 尤其是从东南部上来 因此东部深淫封面地区 可以看到雨量就有增加的状况 可以看到像是宜兰以及花莲的部分 雨量就变得比前一天还要再多了 甚至雨区呢 也从东部地区往西半部地区来扩大 可以看到大台北地区 有半个都笼罩在雨势当中 那南部地区呢 也是周二要注意的重点雨区范围 等于周二呢 雨区最大的就是在宜华 以及屏东这个地区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三周四 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颜色都变了 可以看到其实东部地区 南部地区 以及像是台中彰化引南的沿海地区 全部都是雨量止暴的状态 这些地区雨量都非常非常大 可能会有不断的降下好雨刮墙风的可能 那接着呢中部地区的 接着雨量会逐渐的递减 到北部地区雨势稍微 比较没有中南部那么大 但是呢还是要防台风的那一种间歇性的阵雨 那接下来到礼拜五礼拜六 可以看到 苏拉台风逐渐往中国前进 因此呢它的雨势是有趋缓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外围环流部分 还在持续影响台湾 因此呢雨势还是有的 可以看到主要呢 因为苏拉台风已经掠过台湾的南部地区 然后再往中国大陆走 因此它是在台湾的大约是左边左右 所以呢是西半部地区的雨势 反而是比东半部还要大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西半部地区的雨势呢 主要是绿色的部分雨比较大哦 可以看到西半部整个沿海 以及南部地区 那其实全台湾都还是有雨 因此大家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哦 那甚至呢另外一个台风可能也要生成了 也就是海葵哦 那它目前呢 是在台湾的大约东南方的海面上 那接下来它的预估路径呢 大概是会往台湾的北部的方向来进行前进 但是呢它在周五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跟苏拉台风 两个台风都离台湾比较近 那它甚至在这个时间点 就有可能会牵制住苏拉台风 让它产生共办效应 可能就会让它比较慢远离台湾 因此周五周六的雨势呢 还要等天气之后的 两个台风的天气状况再来判定哦 目前还没有办法讲说现在雨到底会多大哦 那以上就是字节的气象推播内容 接下来继续带您关心台风的最新状况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